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这部作品的路透照片 在且是天下这部作品中 两位主演分别是由杨阳和赵露丝合作出演 对于这个演员阵容其实还是很令人满意的 毕竟不管是杨阳也好还是赵露丝也好 两人在娱乐圈中的人气热度都很高 最关键的是两人的颜值看起来也都非常搭 且是天下定庄照官宣而最近 且是天下这部作品也第一次发布动态消息 没想到的是且是天下官方一上来就给大家发福利 这还是挺令人惊喜的 通过且是天下的官方发布的消息看到 如今杨阳和赵露丝两人的定庄照 也已经是被曝光出来了 在这组定庄照曝光之后 瞬间就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其实在这部作品开机的时候 有不少网友就对这部作品十分期待 但是迟迟都没有看到官方有官宣任何的消息 也是让人挺着急的 如今看到官方直接晒出两位主演的定庄照 简直是让人欣喜若狂 通过官方官宣的照片可以看到 两位主演在看起来 简直是CP感十足 男帅女美的 这也实在是太扬眼了吧 光是看到两人的定庄照 就更加让人期待这部作品的 能够早日跟观众见面了 这么高颜值的一部剧 说什么也要追啊 杨阳古装造型也太帅气了 从照片中看到 换上古装之后的杨阳 这颜值还是很高的 而且看到杨阳古装高马尾造型 依旧是十分的帅气 不得不说杨阳的颜值 也实在是太绝了吧 不管是古装造型也好 还是现代造型也好 都让人看得挪不开眼 这么高的颜值 还真是令人羡慕啊 看着照片中的杨阳 还真是有种古装美男子的气息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杨阳自从出道以来 他出演过的古装剧并不多 如今看到他的古装造型 也的确是非常的不错 就是不知道在 且是天下这部作品中 杨阳又会给大家 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 还真是太令人期待了吧 通过杨阳以往出演的作品来看 他的演技还是可以的 不过在演技上 依旧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期待这一次杨阳 又会有新的进步吧 又被赵露丝新剧的古装造型 给美道在 且是天下官宣两位主演的 定装照之后 我却是被女主角赵露丝给美道了 不得不说 赵露丝也太适合古装了吧 从照片中看到 照片中的赵露丝 与杨阳一样 都是绑着一束古装高马尾 不过 看到赵露丝的造型 却是很有侠女的气息 之前赵露丝所出演的古装剧 造型一般都是 偏甜美可爱类型的 即便是如今热播中的 长歌型也是如此 看到赵露丝这次的造型 也实在是太惊艳了吧 如今看到 两位主演的定装照 真是越来越期待 两人之间的合作了 相信光是冲着 这两位主演的颜值 到时候也会有不少观众 前去追剧的吧 大家觉得杨阳和赵露丝 在 且是天下中的 定装照怎么样呢 你期待 这部作品吗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